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艾丽丝们将泛滥成灾 对整个地球构成威胁 其间 艾丽丝的记忆不断闪回 事实的真相也不断揭开 为了接近洪空 小队成员必须在这个像风潮一样的迷宫里 穿过一连串一个比一个恐怖的障碍 其中包括致命的激光 异形全照和一个巨大的样品屋 在这个样品屋里 艾丽丝见识到了安布雷拉公司 导致这场危机的邪恶研究成果 艾丽丝也很快发现了这些僵尸是该公司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方案 变种替病毒造成的结果 艾丽丝意识到这肯定是一个神秘的破坏者偷走了这个病毒 并把它释放到风潮的空气中 这就是危机爆发的经过 面对这个巨型计算机 雷恩甲也请洪后帮助他们 洪后同意了 但是坚持那些被感染的人一个也不允许逃走 当然 除非他们能首先找到克制这个病毒的反病毒 他们的有效办法就是利用遗传上的变种实验 也就是利用能摧毁所有僵尸的著名邪恶生物 舔尸者 舔尸者每杀死一个人 他的力量就会增加 也使特检队的工作更加危险 这部披生化至外衣 行惊悚之时的科幻片 自有其独到之处 双线并行不备 黑白色调简洁 打斗干净利落 基本可以自圆其说 红黑双书 爱丽丝造型伸手演技 让人眼前一亮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公众号 我在这里等你哦 我们不见不散